You are watching Curz TV 又回來先談兩句 話說我有個朋友跟我分享了一段挺有趣的對話 他說他在carousel 拍賣平台裡面 他已經寫明說 不移甲 即是Bang 黑BlackList 黑了你 我忘記了 黑名單那些不講價 不行的 不行的 但也有些人說 譬如他開500元 那些人就還牌300 即是那些 Facebook Group那些嗎 不是 直到在carousel carousel有得牌嗎 他寫而已 真的嗎 他喜歡寫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不理 你可以不理 好 接著有一個 就跟他 他擺了一件貨出來 他跟他議價 我忘記了他好像都是幾百元 就是當作500元 接著 這個人就跟他議價 一開就減100元 即是大約減了他五分之價錢 是 接著 他當然就說 不行 但他已經寫明說不議價 但他又覺得算了 不如回覆他吧 禮貌回覆他 暫時不考慮 不是 他給他議 他就說 不如這樣吧 400元 即是減20元 然後他再回覆 他就開400元 不是好像是400元 500元 然後這邊是400元 然後是450元 這樣也很正常 我減多了那麼多給你 接著他再回覆 可不可以440元 10元 即是說多10元的價錢 其實你可以不說的 那樣東西 接著我的朋友就生氣了 即是就black list了 就立即阻止了他 即是阻止了他 我覺得這件事 我覺得挺好笑的 但雙方都可以用同一個討論 就是 10元你都不肯便宜給我 然後另一個就說 10元你都要說 是的 其實你一開始可以不要說 不是 如果他講價 你說 開個500元 接著他回個400元 他給450元 其實已經是很friend的一個回報 就正常了 很正常的 但10元說來做甚麼 你還要講10元 即是為何要講那10元 我知道 我朋友跟我說了 我純粹就是侮辱你 那又不是 我都試過一個 你坐過來也不會經常畫外陰 你買東西應該要多些經驗 我是Colos經驗 但如果是當事人聽到就不要介意 我純粹說過 情況 那些是通常賣家 即是銷售的 他會生氣的 就是 我本身是賣1000元 然後我已經再減到800元 因為你減得多 他會有一個 差一句 你看到人家已經減了 可能已經低於時間 但他回來了還說 我800元 他會問你400元行不行 真的有這些 賣家 我覺得不是錯對問題 不過有時候 大家談 好像做生意 你不要設定條件 不可能發生 我純粹1000元 減到800元 然後你要我400元 那別人情何以堪呢 但他有權要求的 我覺得 但是 銷售真的好像你的朋友 生氣 很多時候就是鎖你 back list 現在就是 從這段 我聽完之後 就得淡笑 我也明白我的朋友 為什麼會鎖他 因為是一件 我覺得很無聊 我這次 我是幫我的朋友 當然是 因為他回一個 400元 其實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讓步 因為他最初說 不減 減了 已經 多過10% 剛剛10% 但是你還要因為那10元 再去港價 其實很無聊 但另一個角度 其實他沒有說錯 因為一個 賣 我盡量想越貴一點 一個我想 買越便宜 就不會想 10元 那一點 我越便宜到10元 越5元 所以其實各有各 這個是 我給你面子 你是不是要拿著彩 就是這個點 我想問一個問題 究竟你的問題是出於 因為是10元 還是因為 比例的問題 我覺得是因為10元 你還在說嗎 如果那個東西 不是你剛剛舉的例子是500 如果那個東西是50,000 我減到45,000 然後我再跟你說多1,000 就好像合理了 我覺得好像都OK 但現在 只是一個10元的距離 你還在說 我聽完都淡笑 但我另一個想的就是 其實現在還有多少人 是喜歡這樣去港價 不是 這個我們一定要讀 這個留言 這個留言一定要讀出來 很多 傑森兄說 Caro 我試過賣東西的時候 有人說 可不可以用餅卡 餅卡? 什麼餅卡? 好 撤杯餅卡 真是好過分 好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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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收到enquiry 就是他在元朗 那客戶 那件事很大件 說真的十年 都不會有個客戶會問 我都說 盡量促成生意 賣掉 但是客戶都會說 可不可以送運費 但我都理解 好像買樓那樣 最後 喂 16888,800,800 會這樣成交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 我想大家不要傷惡氣 因為有時候 他買家 現在的買家市場 他們都說了 有時候 有一件貨 好人 都不會有人賣 所以他們就會 很勇氣 去砍你 砍到 媽媽都不認得 媽媽都不認得 而且很傷心 但是我試過 有一個客戶問了兩次 減了 減完之後 真的減了半年之後 我再減到 他當日要的價 其實都是 無人聞盡的 這個位置就是 難的難的 他沒有回來找你 你又說 當日你又不買 他可能有一刻 是 現在這麼划算 你不買就不買 我常常拍賣 有時候都是 他問我900元 我1200元 我不行 900元 減到900元 你又不買 真的 是 所以 這個 挺好處 這個題目 我提議 我朋友的標準 很簡單 關於Karolson減價 你按進去他的帳戶看看他有沒有賣東西 如果他是純買家 他沒有什麼賣的 我便宜多少給你都可以 我提議我朋友 如果他都是一個 賣家 就是很多貨賣的 我就覺得不要減價 我有一個經驗想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曾經何時 有好一段時間 我在eBay賣東西 賣東西 有eBay賣東西 但我是專賣給外國人的 純粹就是 這些錢我爸媽一代就當給家用 我就遇過一些 是什麼 他跟你講價 他會告訴你為什麼 他譬如會告訴你 我最近有病 所以在家裏 是不是發覺妹妹 發覺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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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最近 未仔也扮女子 或者他會告訴你 我未出糧 可不可以先幫我保持 他會說很多 你有個原因 他會很真心告訴你自己 那些不關你的事 給我插一點點 我跟媽媽說 又要交這個家用 可不可以表現一場魔術 給你面前 交家用 都值幾千元在独頂卡用 独頂卡用 有時候我覺得 你的港價是否一個 他會選人去港 或者不懂應該 譬如你去百貨公司買東西 你不會跟他港價 你會換他反兜成 不如便宜一點 你不會去換他反兜成港價 但你會去Karis Sir港價 但曾經何時 譬如我們去當年的兆曼 兆曼可能少些 但譬如他戒旺 20年前的時候 我是會港價的 我不知道那時我是因為 回香港 我不懂規矩 還是那時好像都容許 你買 特別是如果買二手東西 我是會的 曾幾學生 現在我就不夠打 是不是因為網絡 所以就變了大家好像不方便去說 因為只是通過一個價錢 會不會有影響 我想二手東西 譬如二手書 譬如街旺 曾經有一兩檔會買二手的日本雜誌 設定雜誌 或者舊的交公仔 甚至懷舊學金 阿滴好像又要發表 我不是很開心的事 因為你現在派人認得你 哈哈哈哈哈哈 又來撈他 又有香港教理 現在 有錢嗎 很久沒有試過在香港買這些二手東西 我認真說 有時候是街人認得你 或者我們 是不出聲的 是他不出聲 但哪有時候會出聲的 就是港價的時候 就是出聲 喂我認得你 哈哈哈哈 你跟我港價 有些人說 喂那你說得這麼偉大 你講不講價 我很少講 但我用另一個方法 你又想做場 我會拿著一件貨品 然後用一個很熱切的眼光 哈哈哈哈 你撕下水了 一看著他 給一種 又不想說原因 不要說原因 暗示 你知道吧 他像藍營一樣 但你這個 即是二手玩具 不是呀 新的 新玩具都可以這樣 因為二手玩具 有一種 我想說什麼 即是我很想買 但我又覺得 背後有很大的原因 想比少一點 你只可以用這個方式 因為我實認得你 所以你又不會開聲 唯有就是你自己聖目 但是這一招你不要以為是有用 其實我試過很多次 他們跟我等 你等我 對呀 我知道你基本上 但是我又不會拯救你 我發覺 這個東西其實 對於中國來說 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因為他就是說 他不欣賞你的演技 有一次他有回應的 有一次 便宜了10元 那件事我記得是四、五百元左右 便宜了10元 就說 490元便宜10元 然後我覺得 也好啊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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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也好像聽過 曾經有時候我也聽過 就是說 我是學生 可以便宜了一半給我嗎 一半就多些 對 一半就多些 我聽過 我是學生 我聽過 這個議題 經常有 其實 你作為賣方 當然是不希望 有人跟你講價 因為我設定了這個價錢 就是這個價錢 即是原者上調 你覺得貴 你便不買 這是很容易的 有些想體諒 但是作為一個買家 我當然想越便宜越好 所以有時要站在別人的鞋子 穿別人的鞋子才知道什麼事 站在別人的立場來想 那件事會比較好一點 開心一點 因為如果你純粹從此而言 你不願意進來吃 沒理由進來 告訴我雲吞麵是30元我才吃 是我定價 不是客定價 但是不可以永遠用 其實 講回二手玩具 或者懷舊玩具 我們那個年代買賣 二手懷舊的東西是比較多的 如果你說在網上 有兩個討論 我想大家都會聽過的 一個就是說 人家也不是賣 人家也賣便宜一點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不找人家去買 但他有跟你說 人家也賣2400而已 你需要三千 外面也有2000 我心想為什麼你不賣2400 為什麼你要買三千 第二個討論 很多時候譬如在店鋪 或者在網上都會有試過的 就是會說 挑剔你的東西 但是你沒有說明書 但是你哪有二百成新 最多是一百成新 最壞是你買了一件東西 然後我第三者跟他說 不要跟他買 外面有2000 用不著跟他2400 我明天聽過 不關你的事 怎麼會發聲 不過真的有時候 做賣家 希望賣家又量解一下 因為Color 最近有些銷售人 真的這樣寫的 如果問 是否有貨 有沒有貨 多少錢 我就不回答你的 對的 對的 因為設定了 其實那些 對的 他會有禁止回答 哦 這樣嗎 其實你問多少無聊問題 或者明印了價錢 你再問一次 其實人家就沒有了那個 他可能要付錢 因為現在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一個月三十個回復 是啊 一個月三十個 如果你多過三十個 要麼你就付錢 付錢 你可以繼續回復 是啊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不能回復 就是不可以 沒有了這個功能 沒有了這個功能 但是很多人問了問題 就是問 是否還要付錢 我說是嗎 然後就說 沒有了 是啊 很多的 是啊 他只是想知道這件事而已 對的 有很多行 其實有很多行家 你有沒有問你 吃了飯了嗎 對的 有很多行家去檢查 因為他可能你擺了三年 可能你真的沒有了 他想檢查市面上做沒有貨 那就問了 但我其實經常都不明白 Color Sir 就是為什麼賣出了東西 那件貨還在架上 因為大家懶 你不肯下架 你已經可以賣出市場 或者市場賣出市場 但通常人們就不會做這件事 因為我又說回曾幾何時 香港Yahoo Auction是很好用的 是的 沒錯 但是可惜什麼呢 可惜搞亂了 現在Color Sir我覺得其實他 我初初以為這個方法很笨 後來我覺得他很棒 現在什麼都收的 Listing又收錢 是啊 回答都收錢 是啊 所以希望買家 即是Buy Listing收錢 是啊 即是上架費 30個 要付錢 差不多15元才可以再放一個 是啊 加重了一個成本 15元買一個 是啊 比Ebay更貴 想說大家銷售 那又貴不到Ebay 體諒體諒 差不多 因為他沒有後決 他是沒有Payment機 後決要自己處理 付錢 但是Ebay是成交價抽用的 是啊 但是Ebay是Listing費和成交價都抽 我很久沒有 兩樣都抽 兩樣都抽 所以不要 如果大家 Color Sir也好 或者其他都好 不要問那麼多 不應該問的問題 或者你都不是認真買 是啊 還有 有很多 我之前都說過 問了當買了 真的 有這樣的嗎 很多的 一流一個 只會 看了當是 就是走著打個回合 就不進去 就是進去 進去 我純粹是幻想的 很奇怪 問完之後 就好像 Briam說 問完之後就沒有了 是啊 就是他問了 我當我買了的 這樣 誰沒有開 很奇怪 他 白衣那個 是你啊 白衣 經常買了你一個白衣 是 很害怕 我做一個白衣 但我又好像 你 不知道 不是 大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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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態度就是 就是 我喜歡一個 叫雲海介紹一些靈異節目的東西 他說一個 去旅行的態度挺好的 就是 買東西是廣價的 如果是一些 小檔 就是小經營 可能是阿婆買自己手工的東西 那就不要廣價 因為他都是賺了一個少少錢的 但其實他的東西是逃不逃回來的 哈哈 如果是的 可以 阿良伯伯 如果是這一隻的 OK 但如果真是自己 可能做少少手工賺的 那我就 不要爭 但如果是一些 大公司 一些 總之不是小檔經營的東西 我就可以去爭 我就是回到之前說 你去買LV 你會不會廣價 會的 很複雜 另外一個人 不知道 跟女朋友有廣價 那又不是男生 沒有 但如果真是大 真的不知道 這是另一個我們可以說的題目 我打算下個星期說 就是格價 不是廣價 就是格價 你不會 你去這間店舖看完 然後我去那間店舖看 我下次再說 有些人會到處去格價 但現在說的是廣價 你不會去到那間店舖 例如你買名牌袋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你又不會 你剛才說的 去廣州城 或者是一些大的品牌公司 你不會廣價 那為什麼會 找一些小店舖去廣價 很奇怪 兩樣的滾足感 你買車子品 你洗錢 你進來講的 每個人都在外面玩外音 買車子品 你買10萬元 買一隻 聽不到 你買一隻標 那你10萬元 你是買10萬元 用10萬元 用那個滿足感 買一隻車子品 你就不會講的 但你買一千元 你減一百元 你就會有一個成功感 成功感 就會大於你買一千元的貨物 就是我用一個比你更便宜的價錢 擁有了相同的貨品 那種優惠感 某程度上 你現在不是在Facebook Group呢 逢有什麼新玩具一出呢 當然有人留言 等399 等199 等某H字頭的伴家 就是這樣 他說來有什麼意思呢 我說出一隻新的什麼什麼 我打一句 我等399 那個心態 其實你研究一下這句說話的心態是什麼 就是告訴別人 這件事不值 但是你又想要 但是你又不想付那個價錢 我不是批評這個做法 但是那個心態很微妙 是很值得如果你讀大學 讀了心理學 都說不麻煩你 那個醫院 你可不可以寫一個 寧言 就是寧言 寧言 寧言見到一條女兒 很棒 但是我不追求的 我不追求的 就是他很希望可以 上個年燈 他很希望是一個相同的貨品 比用其他人相對較少的價錢擁有 而那種比別人厲害了的感覺 或者想告訴別人 我懂得看過市 我看死你將會在幾個月之下的價錢 那種優惠感 所以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是這麼喜歡說的 你試一下去買一些 去一些大的公司 你講得到價 那你這麼厲害了 你不就周圍講 不要選別人 有師兄幫我們補完知識 名牌袋是可以拿捷的 是一個身份象徵來的 那些熟客 就是有優惡感 所以說賭場酒店那些房 你可以免費拿的 只要你輸得夠金就可以了 你叫你買泥馬 你叫你買一個大堆籌碼 然後送房送任食 提外玩 澳門最厲害的島的時候 香港有些人 每個星期 免費直升機過去 酒店一定是住最好的一間 然後吃 免費 但是很厲害 你知不知道他一年在這裡 賭多少錢 書放下多少錢 你就知道他那種享樂 根本上他又可以 而不足道 根本上他又可以買的 直升機 很難想上面 總之一句就是各有前因 有時你今天講價講得那麼開心 殺價殺得那麼過癮 日後其實就沒有人賣東西給你 這是認真地說的 剛才拿回賭場那個 就是如果他是熟客 他每個月都可以進貢的 那你就有優惠能力 是啊 是啊 今天先講那麼多 今天講的是講價 希望大家盡量 下次講格價 不要講那麼多 下次講格價 好 轉頭講 Yo what's up You watching 你們在看的是 在看的 玩具TV ToysAV 玩具電視